就說上禮拜 其實朱立倫這邊 該建的都建了 那也包括郭台銘 那他建了之後呢 他就展開72小時大作戰 就是他靠他自己的力量 就是在美國的人脈 當然還有日本是他下一站 他就開始打電話 那剛好碰到美國的兩天假日 在約的這個行程裡面 大部分順利 但是有些譬如說要見 那個重要人士這個部分 還在確認黨總 那你就看到他突襲式的 要防美日 那他定位這個開拓之旅 那放在這個科技跟經濟 這兩個環節上面 那你很顯然 絕對不是侯友宜口中說 他本來就商業亡國 他跟美國互動 本來就習以為常 不是這樣 他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徵召之後 然後距離大概五六月 這個徵召提名確定這個空檔 以時間換空間 他絕對是為了2024的 這個總統大選而來嘛 那所以他這次這一番造勢呢 就是因為我用造勢兩個字 他顯然是衝著就說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起跑截止日之前 能夠令他這個民調能夠起碟回升嘛 因為這段時間呢 他就沒有聲音 也沒有動作 也沒有表態 所以他民調也隨之下滑嘛 那很多人甚至問說 他還要不要選 那他在國內這邊 因為他碰到所謂的國內政治 也誠如媒體有形容的嘛 國內政治對他來講 是一個深淵嘛 他在這邊不擅長 但是他在很短的時間內 而且刻意選擇 這是他刻意的 就是說他選擇的時間點是跟 蔡總統他時間跟地點 是高度重疊的 你看他的行程 連地點都高度重疊 對 你看他行程表裡面 譬如說去玉山協會 去布魯基斯 智庫等等 他都公開 但是他有幾塊 譬如在洛杉磯 在舊金山 他有兩到三天的行程 是剛好蔡英文 也在那邊的時候 那所以這個部分 他等於是說 他用一個方法 就是打折水棍上 或是他想要 藉著這次蔡英文總統 他的高峰 他擠上去的話 是不是可以發揮一個 加成效果或共辦效益 在短時間內 是不是可以讓他 很快速的受到矚目 我從旁觀看 我想說會不會是 這樣的一個用意 但是要注意 就說這個國民黨 他現在時程 如果是放在新的一個 這個進度一個日期 很明確 來自朱立倫 就黨專家那邊釋出 就是520 最晚不會超過 6月中以前 但是如果壓這邊 你看我們現在3月沒過完 4月5月6月還有的這個橋 所以簡單來講 如果PK這個可能潛在的對手 後遺 郭台銘試圖用他的長版 去凸顯 後遺的短版 那如果我們再加計 就是因為畢竟郭台銘 他有48年 台美之間的商業經驗 產業經驗 還有他在美國長住10年 那我們如果再加個字眼 這可能是郭台銘 他最長版 但是相對來講 這侯友宜可能是一個最大的罩門 就是他最短版 那現在這個我看到 因為侯友宜這一發已經 危請了這個公關公司 你就看到最近有一些口號式的 這些露出 可是今天又來了 就是說大家都是外交官 這我就聽不懂了 那我責任也很重大 我頂多當個親善大使 跟外國人指指路 往哪邊走 但我們怎麼是外交官 那如果放在候選人身上 你看副總統賴清德就沒有問題 他早就去美國了 然後你看看這個柯P 他馬上4月8號他要啟程 而柯P的那個布魯金斯的 那個智庫 是跟郭台銘一樣的 就是說在層級上面 他們要比高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到說 要見哪些重要人士 因為你出口轉內銷 你一定要說你有這個能力 去聯繫到或見到 那個重要人士 那當然比不過現任元首 這可想而知的嘛 那但是呢 這個侯友宜這個桌金建築 他先前講說我是最大事 就講了新北市 可是他也做困籌承 他現在做困在新北市這邊 走不出去 而且你下面看到他 下面接連的 就可能是何博文的菜囉 可能就上桌囉 沒有把他弄死 就是說他下面好像沒有 所謂的利多題材 那我倒是發現 有些媒體就很刻意的 他們現在把朱立倫 從去年國民黨在美國 掛牌的那個代表處 因為六月馬上要滿一年了 那朱立倫要去 直接把朱立倫這個行程 當成侯友宜的 說是他去幫宏友宜鋪路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訊息一直在走 那最後還是要比民調 這一招就很狠 就是說你不管用什麼樣的一個造勢 或者說你用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努力 其實最後民調還是一翻兩瞪眼 所以他的真招是結合了 雖然不要初選 但是還是有三分民調 就類初選的這種公平競爭 算是大致公平的競爭 所以如果一翻兩瞪眼 誰就是誰了 他就必須要徵招 那你想看我們日子 被國民黨拖得很慢 我就覺得這太慢了 那再怎麼拖 你終究還是要推出候選人 到我們下半年 就會進入另外一個大戰了 那目前還沒有人 目前還沒有任何人 是賴清德的對手 那國民黨像 包括像張亞中東上講 主要人家賴清德都是隻老鷹了 然後國民黨還在找母雞 小平你們急吧 你現在急 可是你看像剛剛講 郭大明這次去 顯然就是刻意 好啦你可以擺明了講 就是要刻意突顯 跟侯友宜不同的一些地方 那侯友宜目前看起來 他的民調在國民黨裡面 雖然還是算 這幾個可能的人裡面是比較領先 但如果這些 包括剛才刻意要突顯的這些 就算是侯友宜出現 到大選的時候 如果碰到賴清德 那不是一樣 這要被打 應該這樣講 越晚出來對國民黨越好 這跟出疹子一樣 優點缺點全部都透過 這個時間的延長 他的延長絕對不是 租立於想選總統 而民調不好嗎 來換取空間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 當然你也不能辦初選 然後張亞中 辦初選就不得了 像上次六個這樣 周西偉也來了 那麼就死翹翹 那就是叫做吳敦英2.0版 那是萬萬不可行的 可是完全都沒有經過時間的 沒有形式上去公開辯論 而沒有經過時間的試煉好了 然後誰名調高就踢誰 這也會出大亂子好不好 2019韓國瑜是最高 那時候最高 是嗎 出現嗎 然後前一陣子 這每天都在變 那我他會去 剛剛光臨講是有道理的 因為叫做去美國 我就是我的最強項打理的最短處 我說郭對喉出手 白齒乾頭 更近2% 這現在郭的態度 2%是什麼 他現在他現在民調多2% 就是簡單講 就是他現在差4% 就他跟賴清德中間的票 2%郭被賴清德拿走 而喉可以拿回來2% 所以現在民調差4% 他想拿回來2% 就打成平手 甚至領先了 現在郭在做這個事情的 第一個 第二個 那因為前陣子 他的幕僚把它弄壞了 就說什麼呢 那幕僚有人說 那就不會找柯文子當副手 那個時候他們兩個 你還記不記得學姐講那個話 黃靖也講說 他可以當別人 也可以當副手 說柯不一定要當政 那你認為他比較會當郭副手 還是侯副手 還是豬副手 應該是郭吧 那時候是政治喇吉 你知道嗎 那兩個很好的時候 那現在又舊情富然 你看那個中佩軍那個節目 那個雅虎的節目 那個陳佩琪 柯文子的老婆是不是有上那集 昨天有上 講了什麼 那郭他們不是要出國嗎 說出國其實他們有見面啊 他現在在暗注 柯在暗注郭超越猴 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主席提出一個 那個就非力聯盟 那個徵招 非力聯盟 主席把郭放進去 是不是一定要放他 未必也 他不是黨員 那非力大聯盟的話 就超越黨員嘛 對不對 白的也來 反正就除了柯以外 大咖都來 OK 主要候選人現在有兩個 有三個 一個不確定不選的叫盧秀燕 一個叫做郭台銘 一個叫做侯友宜 所以我幫你放進來 其實已經是 簡單講就已經法外失人了 就是主席對郭是非常好了啦 侯一定不開心 因為你又不是黨員 我是黨員 我還是執政黨的新北市長 每個人點滴在心頭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好放進去以後 我還是輸你四趴嘛 我要中間選民弄壞兩趴 我就到盈利一兩趴嘛 所以而且他什麼叫中間選民啊 不要吹牛啦 就白的票能不能移來 移給郭后侯 這就是以及跟那個什麼 賴中間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他今天去 我跟你講他一定打國際牌 他不會去美國就晚了 還要去日本對不對 甚至還有辦法擺平老共 什麼老共 我什麼煙太子丹 我的那個富士康 我跟你講 秦國營證沒有一胎子丹 就沒用了 就業世界分工底氣 美國圍繞你 靠我鴻海很大力量 我還聯絡其他的電子廠 臺灣人的老闆電子廠 是老共怕我們 不是我們怕他變成人子 他一套一套論書 他想丟這個 他不要攪貨在國內這些事情 目前當然侯海在有事 可是郭已經得到高人指點 我要打這個國際牌 就是不管老共 不管日本不管是特別美國 因為親中這個能力 看起來他很厲害 親美看起來沒那麼強 他加強親美 中間選民在親美派 都在親美派下面 所以他這樣做是有用意的